日治時期的本土雕塑家黃土水 他的作品被譽為臺灣的維納斯 東方的女性裸體大理石雕像甘露水 曾經被棄製成封了半個世紀 而在專業團隊的修復之下 年底將會呈現在國人的面前 把墨水滴在模擬的手部模型上 來觀察擴散的情況 日籍的修復專家希望將黃土水大師的作品 甘露水重新修復 這個創作於日治時期 卻在一九五八年遭到棄製的名作 被譽為臺灣的維納斯的大理石雕像作品 驅幹還被潑上墨水 雖然後來被臺中的張氏家族收藏 但多年的封存 如今終於要由北教大 北師美術館的專業團隊進行修復 事實上甘露水的創作者 是日治時期的臺灣雕塑家黃土水 他是臺灣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的藝術家 甘露水是他第二度入選地展的作品 這是主持修復計畫的日治專家 曾多次修復多件黃土水的作品 曾多次修復多件黃土水的作品 東方女性的雕塑作品 在當時十分罕見珍貴 而這個作品在修復完成後 將在12月中旬展出 呈現在國人面前感受他對臺灣美術史的重要性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 朝陽 Victor Curts